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呀我们来谈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啊 华春莹啊升职了 华春莹现在被正式升任为外交部部长助理 那么从这个走势来看 我看华春莹啊当上这个外交部副部长 进而当上外交部部长呀都是指日可待 华春莹呢人们对他的称呼呀也比较多 五毛小粉红呢一般都称他为华姐 然后海外这些人呢习惯称他为华大妈 不管怎么说吧 华春莹的这个仕途呀还是一路高歌猛进 我们来看一下华春莹的介绍啊 华春莹是1970年出身的人 他是毕业于南京大学 然后自2012年起呢成为中国外交部第五位女发言人 然后担任新闻司副司长 自2019年7月华春莹接替陆康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成为改革开放以来 外交部新闻司首位女性政司长 可以说华春莹的这个进步呀还是非常快的 从这个2012年起开始担任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然后成了这个副司长 然后又成为政司长 现在呢又是大大的进了一步 成为外交部部长助理 那么这个官呀现在还确实是可以 华春莹在国内呢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许 对他的评价也是比较高的 官媒是这样介绍的 中国外交部烈心记者会 作为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对外传递着来自中国的声音 出任发言人以来 华春莹的达问风格始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 既有亲和幽默的互动 也有义正言辞的驳斥 在有理有据有利有节 传递中国声音的同时 评获舆论称赞 贡献不少外交金句 可以说呀华春莹在这个外交部的工作呢 还是得到了这个上下的一致满意 所以才会这样去提拔他 那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自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他就是在外交这一块 他采取了一种强硬的姿态 那么外交部的人呢 就是变得越来越强硬 以前杨洁篪负责外交的时候呢 他还是一种比较平和的一种外交策略吧 那么王毅接替他以后 就是一种战狼式的外交 最后逼着这种温和派呢 也要变成战狼派 如果他不变成战狼 他在这个外交部就没有地位 所以才出现了阿拉斯加那个中美会谈的时候呀 这个杨洁篪呀 发了一通标 他就是为了表现自己是个战狼嘛 所以中国的这个外交战线上啊 是充斥着战狼 以前呢 大家看这个耿爽呢 觉得不爽 这个讲话呢 就是水平不高 还比较冲人 结果呢 最后上来的这个赵立坚呢 讲话比耿爽呢 含药活药位十足 所以在外交战线上呢 就形成了这样一股风气 你必须是战狼 你必须是厚颜无耻 你必须是睁眼说下话 你才能得到领导的肯定 那么我们在评论华春莹的时候呢 当然华春莹也说过一些 让五毛粉红感觉到比较出彩的话 比方说有人说呀 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呢 窃听美国总统的苹果手机 那么华春莹就说 如果你感觉苹果手机被窃听的话 你可以改用华为手机 那么他这种回答呢 也是得到了这个国内五毛粉红的喜爱 华春莹提到这个外交沟通时呢 他反复在说 这个外交呀 我们要真诚 我们要相互真诚的对待 这样的话才能处理好国与国的关系 你看啊 这个华春莹呢 他都是想的非常好听 那么实际华春莹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 可以说都是在说假话 他讲的那些话 我相信他也不相信 所以呢 华春莹讲话的时候 他有个特点 大家注意没有 就是他一讲假话的时候啊 他就使劲扎眼睛 这个呀是他改不掉的毛病 不由自主的 他一旦讲瞎话的时候 眼睛就扎个不停 打个比方吧 只要问了他有关中国人权的问题 有关这个新疆问题 有关这个香港问题 等敏感问题的时候 他那个眼睛就扎的特别的厉害 实际他自己知道他在讲假话 但是他的这个工作就是让他在这讲假话 而且要毫无廉耻的讲假话 那么他就是本着这个原则呢 来干他的工作 另外我想啊 中国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呢 也是这么多年呢 就是培养他这个功夫 就是培养他这种啊 脸不红心不跳这种说假话的本事 所以他才能得到重用嘛 华春莹曾经针对美国指责中共 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呢 他是反抢美国 他说呢 中国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撒谎 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取得了今天娇人的成绩 就是他讲这种话啊 张口就来 而且是脸不红心不跳 就是眨眼睛 人呢走夜路啊 多少是有点心虚的 那么有关华春莹平时的这个表现呢 我们呢在今天呢 就不去说他了 因为他现在还在担任发言人嘛 他的那种表演 大家随时都能看到 就是他讲的那些话 是真是假 实际每个听众呢 自己都能明白 就是五毛粉红 实际他们也明白 只不过呢 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变数 对不对 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 就是有准备 针对外国的这种提问 这种刁难 我们就可以用中国的智慧 用中国的话术呢 来反击他们 他们反而觉得啊 这是中共外交的高明之处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们去指责他呢 没有意义 因为你要在中共去混 你想干这个岗位 你还想去当这个官 你只能这样去工作 你想官当的更大 那你就要干的更好嘛 你就要更厚颜无耻嘛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现状 我们过多的去讲这个呢 就没有意义 那么今天我们抛开他这个工作啊 我们来谈谈这种现象 比方说吧 华春莹这种战狼式的外交 那么我们追其根本来看 他是一种溜须拍马式的外交 他只是迎合了当今领袖的意思 实际这种外交对中国有没有好处呢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这种外交可以说断送了前面几代领导人 历经万新啊 建起来的这种中美关系 但是呢 在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外交思想指导下 在这种外交部的神操作下 就把他给破坏了 实际这种伤害啊 是非常巨大的 大家想一想吧 中美自这个1949年建政以来 一直是相互敌视嘛 然后到了1970几年 由那个乒乓外交开始 才有了中美关系的这种逐渐缓和 一直到这个尼克松访华 中美建交 然后邓小平上台以后呢 更是退行了这种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 然后到江泽民胡锦涛 就是这么多年啊 跟这个美国搞好关系 也就是跟西方世界搞好关系 然后在这个框架之下 中国是赚的盆满钵满 但是现在上来了一个小学博士的主席 他意识不到中美关系 对中国的这种重要性 然后在这个中美关系的处理上呢 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做法 就是在美国提出我们这个贸易不平等的情况下 我们不是采取国际上的这种惯例啊 我们来达成一个贸易的公平 不是用这种办法 而是用那种战狼式的办法 就是我占你的便宜是应该的 你现在不能说让我不占你的便宜 我剽窃你的技术是应该剽窃的 你现在指出来我剽窃 就是不对的 可以说他用了一种强盗逻辑 就是我的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的 他自己呢不肯承担一点点责任 所以这才是中美关系破裂的关键 但是呢这一届政府呢 完全忽略这个 也许啊习近平的脑袋里啊 没有那么高的外交智慧 他也只是一个小学生嘛 我们也不期望他呢 有多高的战略思想 但是呢底下这帮外交部的人员呢 更是火上浇油呀 把这种思想呢扩大化 可能习近平讲这个话的时候呢 是欠考虑的 但是让这些外交部的人呢 一扩大化成了覆水难收了 把习近平反而给架到二阳上下不来了 所以这个关系是越来越差 那么这样的一些人 在这个民粹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 这个战狼式的外交呢 就成了外交部工作的一种规则而已啊 就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必须这样去工作 必须对外强硬 才能对得起党 对得起人民 对得起领袖 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工作风气 所以呢就是在工作中呢 谁表现的越是战狼呢 越能得到提升的机会 那么这个华春莹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嘛 他只不过是通过他这种战狼式的语言 和这种撒泼式的工作作风 就能得到重用 就能得到提拔 这个成本是很低的呀 就相当于大妖精的时候 那些官员吹牛 我一亩地打了多少斤粮 然后呢 他就得到了提升是一样的 他的成本是最小的 因为他不用实际去组织生产 他也不管这些农民的死活 他只是满足了上级的虚荣性 就得到了领导的肯定 就得到了提升 那么这个成本是不是最低的 同样破坏性也是最大的 那你想想 中国的这种外交局面 是几十年来多少领导人 多少外交工作人员建立起来的 那么现在在这帮战狼的破坏下 可以说这些关系呀 已经破坏殆尽了 中国在这个世界主流国家方面 现在是没有朋友的 他是怎么破坏掉的 就是你这些战狼外交给破坏的 所以这成了中国官场的一个风气 你越战狼越说假话 然后呢 你就会得到提升 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呢 你还能发财 对不对 比方在这个演艺界 这个无金 就靠拍那个战狼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 成了五毛粉红的偶像 那么这样的话 他也是赚的盆满钵满 包括他这次再发威 拍的这个长青湖 这样一部战狼式的电影 那么又是票房收入突破五十亿呀 所以呀 在中国的现在啊 当战狼不但能升官 而且能发财 但是他对中国的这种破坏力啊 是巨大的 对外破坏国际关系 对内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相当于那个义和团 跟红与兵又附体了嘛 现在的五毛粉红战狼 不就是在从走他们的路吗 所以啊 一旦这种人当道呀 我看中国的这个日子呀 也不是那么好过的 那么今天呢 有关华春莹升官的消息呢 我们就这样简单的评诉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观看